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GO!頻道 這週的美股股市呢,又像是在坐過山車 尤其是那些個科技股 我們會有這些Fan股,像是臉書一天下跌26% 市值一下子蒸發了2500億 相當於是抹去了一整個迪士尼的市值 我們也有像亞馬遜,前一天還下跌7.8% 財報出來之後在盤後一度暴漲19%的現象 股市呢,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有前瞻性的 當市場出現這樣反覆的動盪呢 那說明市場在面臨太多的不確定性 就像是突然間太多事情一起在發生 導致說任何一點的新信息呢,都會被放大 來試圖反映接下去半年或者是一年的趨勢 在這樣動盪的環境下呢 大家切記就是不要單純根據股價的動盪而盲目操作 那今天這個視頻呢 CK我就試圖從這周的所有這些財報當中來總結一下 2022年的股市究竟在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投資者們又在關注怎麼樣的訊息 來決定一支個股在2022年的走向呢? 這次的財報季動盪 CK看來呢很像是當初2020年的財報季 在大家都不知道疫情會對不同的個股的營收 帶來怎麼樣影響的時候 疫情後的第一次財報就給了投資者們最直觀的反應 也因此分出了所謂在家辦公的受益股 在財報之後股價飆高的現象 而現在的2022年 除去疫情 市場面臨更多的迷惡 那麼減少投資風險的方法 很大程度上來說 也包括撥開這些迷惡來找尋2022年 類似於當年的在家辦公股 所以2022年的迷惡有哪些呢? 撇去一個月後 央行往市場當中注入的免費的錢將要消失 還有陸續的加息消息 我們還有高通膨 高通膨對於消費者們來說是生活成本的增加 對於企業來說就是影響盈利潤的成本增加 我們還有供應鏈斷鏈的問題 造成很多原料短缺 同時也加劇了原料成本 除此之外 勞動市場的勞動力短缺 隨之而來的還有勞動力成本的增加 以及進一步因為勞動力工資的增長 而加劇的通膨的這麼一個惡性循環 在這週公布的財報裡 我們有很多受高通膨、供應鏈問題 和勞動力成本增加而影響的個股 他們所遇到的問題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現在所處的 2022年的大環境 例如像是星巴克在財報裡說 供應鏈問題帶來的高通膨 在新變異病毒的影響下在12月加劇 這個季度給盈利率帶來了1.7%的負面影響 我們預期進入2022年 高通膨將帶來2%的全年盈利潤的影響 也就是說星巴克認為 2022年全年的高通膨問題 比起2021年第四季度還要糟糕 我們預計供應鏈問題還將繼續 我們在2021年10月漲了一次價 2022年1月又漲了一次價 我們在2022年剩下的月份裡還有更多的漲價計劃 來應對這些成本壓力 那現在的通膨已經在7% 從星巴克所提到的2022年計劃中 那麼多加價的計劃就可以看出 通膨在減緩之前只會先變得更糟 然後我們有PayPal 2021年第四季度消費者消費降低 主要原因是疫情帶來的高通膨 外加經濟刺激的減少對消費帶來了影響 這個影響在低收入人群中更為明顯 並且將持續進入2022年第一季度 也就是說因為通膨商品更貴了 再加上那些政府的補助刺激開始減少 所以人們消費減少 尤其是低收入人群 外加使用PayPal的企業也面臨供應鏈的問題 導致PayPal自己也承認說 我們有很好的商業模型 但我們也沒法對經濟的變化莫測免疫 臉書在它的彩報裡說 從廣告投放商聽到 供應鏈問題、勞動力短缺 以及高通膨的大環境趨勢 一些人們在節日期間為了避免缺貨 有提前購物 這也導致很多廣告投放商 提前投放了廣告費用 這也意味著在接下去的2022年 廣告投放預算 在提前的廣告投放 外加供應鏈的影響下會疲軟 臉書提到的廣告投放疲軟 Starbucks的財報當中也有驗證 為了彌補比預期高的成本 介於我們有很強的消費者需求 我們可以減少一些促銷的花費 和市場營銷的費用 那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 具有以下特性的一些個股 暫時還能夠在這些風浪當中保持屹立不倒 這也反映在了他們的股價當中 首先是蘋果 同樣面臨供應鏈短缺的問題 蘋果預期2021年第四季度 因為供應鏈的問題對營收的影響為60億 而這個季度營收影響將更大 但因為目前人們對蘋果產品的需求極大 外加蘋果正在努力和供應商確保供應 蘋果增長依然很好 也就是說蘋果也正在面臨供應缺口 但因為消費者本身對蘋果產品的需求增加 所以即使供應缺口變大 蘋果的財報還是很漂亮 然後是亞馬遜 在通膨壓力下 亞馬遜也進行了2018年以來第一次漲價 並且針對供應鏈短缺的問題 亞馬遜的解決方法和蘋果類似 也是同樣和供應商合作確保提前獲得庫存 因為這些庫存的積累 亞馬遜很自信說2022年第一季度不會有大問題 但這樣短時性的解決供應鏈問題呢 也並不代表兩個季度之後依然可以高枕無憂 好在亞馬遜還有雲端的收入作為風險對沖 所以在這次亞馬遜財報記者會上 很明顯亞馬遜的高層將更大的篇幅放在了雲端服務上 同樣的,谷歌的財報當中 YouTube的廣告收入也是低於分析師的預期 那在2022年廣告投放可能疲軟的大環境之下呢 在CK看來也屬於谷歌接下去財報的風險之一 好消息就是和亞馬遜一樣 谷歌也擁有雲端收入的部分 但比起雲端服務和多重收入渠道作為風險對沖呢 還有第三類個股很可能成為2022年的受益股 微軟和谷歌亞馬遜一樣 擁有雲端部分作為風險對沖 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分攤了 由於芯片的緊缺對遊戲機和電腦銷量的風險 但CK認為以下是微軟財報當中脫穎而出的部分 微軟在這次的財報當中提到 Dynamics 365正在幫助用戶提供供應鏈方面的分析 來提前解決供應鏈問題 當市場當中有人工緊缺的問題 我們需要做的更少 所以你可以轉去更多自動化的工具 像是我們的Power平台 可以幫助企業增加效率 微軟隨即還舉了不少的例子 也就是說在很多個股財報還在受大環境困擾 或者是試圖減少負面影響的時候 微軟的財報卻已經開始利用這樣的大環境 來推銷自己的軟件應用 那這在CK看來,此類個股是非常值得看多的 所以2022年我們可以總結 以下這類個股踩雷的可能性更大 投資風險也更大 第一類是以廣告投放為主要盈利來源的個股 二是依賴人力和原材料的個股 三是仰賴中小企業的個股 那像是PayPal、eBay、此類 聯繫中小企業和消費者中間商的平台 因為中小企業可能沒有亞馬遜、蘋果這樣能夠漲價 或者是鎖定供應的能力 通膨和供應鏈問題會更加明顯 而第四類則是與消費者消費力直接掛鉤的個股 尤其是如果使用者主要是低收入的人群 而相對應的,具有多元化營收渠道收入的企業 和能夠幫助其他企業更好的應對供應鏈、人員短缺等等問題的個股 或許將會是2022年大環境之下的收益股哦 那在視頻的最後呢,CK我通知一下 購買過CK自動估值模板的朋友們 Google Sheet版本已經重新上線啦 大家可以通過thinktogether.com的網頁 來下載最新Google Sheet版本哦 只需要先驗證自己的PayPal賬戶之後 點擊thinktogether網頁的估值部分 就可以看到最新Google Sheet的自動估值模板的鏈接了哦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啦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讚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